讲开创新, 去年Adrian成立了一个房舍企 计划兴建全港首个私人的居屋 作为私人企业 是什么触动它去解决社会房屋问题的呢 我们其实非常乐意 献计是希望可以去舒缓这件事 你现在都知道了 其实现在很多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公屋的龙后太长 或者其实有人说上楼或者储手期等等 都比较辛苦 其实我们内部也有做很多的研究 怎样希望它用新的模式 它帮助或者舒缓现在的房屋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如果你说轮厚是这么长的 可不可以我们私人企业去帮公屋去建计呢 第一我们可以的质量会更加好 第二我们的轮厚时间一定会短很多的 因为我们建得快很多的 第三比如说不同的新模式 有没有一些新的一种不同的类型的房屋 可以推出来呢 是令到我们可以舒缓一些人的上楼的一些负担等等 比如我们集团之前都做了很多措施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去捐地 Adrian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保育黄都戏丸 他历史重矣 决定在原子修复这一座一级历史建筑 再一次见证他与众不同的一面 Adrian 有一件事我要谢谢你 我自小不觉大 黄都戏丸其实是和我一起成长的 看到你有这个保育的计划 我真的很开心 你可以说说背后的理念吗 其实背后的理念很简单 黄都,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一个68年一级历史建筑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中西文化交流的例子 还有很多集体的香港的回忆 硬定 文化价值、保育价值 很多人都忽略了 而其实文化价值这件事 其实是可以很无限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两年里 都追索了大约500至1000个文献和文物 去做回整个王都戏丸 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故事 以及它本身的一些价值 我们集团来说是说创建共产值 我们是说如何共创建筑 如何将我们企业的资源和社会共赢 再加上当你有这么漂亮的 保育的戏丸、戏剧 其实也可以做到很多社会的推动 以及现实力 在这个过程中 爺和爸爸都支持你 其实你在两位身上学到什么 其实我学到以一个创业家的态度 他面对全部未来的一些挑战 作为我一个家族的创业家 也可以这样说 心态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第一,你用一个创业家的心态 你其实可以传承到下一代再下一代 第二,亦可以与社会共享和共用 以及共享 别人看到一些不要的东西 你先想想这个价值是否存在 譬如像黄刀那样 很多人都觉得 你拆掉它吧,重新建立就行了 但我们团队 我们集团的时候觉得 这是一个文化的价值 这个不但黄刀是跟香港一起成长的 它亦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历史悠久的地方 在每一件事的时候 其实不可以只跟随社会正在行的事 我们要向我们自己本身的使命和目标 你说起社会责任 就令我想起现在青日 对社会议题方面有很多意见 他们觉得他们上流的机会没有太多 那你作为一个这么有社会责任的生意人 你有什么忠告给他们 其实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 是非常好的 很有创造力 香港的年轻人也非常有想法 但很多时间在社会里面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 现在的年轻人究竟要什么 而年轻人本身自己也有很多想法 也有很多选择 譬如有一群人 我叫Slash的一群人 他其实在做很多兼职 做很多自由工作 但又不想他做长工 也有一群人可能只想做新兴的产业 我不想做一些旧有的产业 也有一群人说 我的价值观要跟企业 我打工的企业的价值观一致 所以我建议首先社会上 一定要了解年轻人要做什么 第二,要共同的呼吸 共同成长,要共赢